美国的闲逐人制度 美国的闲逐人制度 闲逐人制度 因为美国是几十个州 如果说是 按照说 几千万或者是 上亿的 选票来说 来统计 直播应不太好 他就说 每个州 就像是中国每个省 如果说每个州里面 选住的一方 超过另外一方 这个州 几十张选住人票 就是被 获胜的一方 比如内华大陆 内华大陆人比较少 选住人票 就说六票 六票如果说 拜登 拜登赢了 他就是为拜登 下编 五票 这下编 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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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票